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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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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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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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我们家的拿手菜 一面 一面一面 这可以好吃 你刚那样比较高 ok 你是不是后面可以自己做一面 准备出门 然后今天一开始以为没什么事 然后发现事情还挺多的 因为我们要做核酸啊 还有剪头发 还有弄各种小事情 因为我妈要去三亚了 今夜的设计师 好可以 ok 它颜色也比我想要好 它之前有点粉对吧 对 还蛮好的 真好 把它也放回来 你当心到那有点重 一下子还挺好看的呢 我吗 可以了 你这个还算可以 只要别人有人突然转过去 哎 那这个他要赔的东西还挺贵的 他是谁 只能是我跟我老公 这个是我们在咸鱼上买的那种二手的老家具 然后是有点这种旧旧的 其实这个食物比我们看图片还好看一点 虽然图片更新一点 嗯 给大家拍一下 好好看 更好看了对不对 这也好看 刚刚两个在一起有点闷 有点重合 对 哪个小店中间就好 很全能吗 这么 是的 还挺厉害的 我也觉得 我怎么会这么多东西 好 你抬 你买小铲子了吗 没得 要再垫高一点吗 哦 你就直接加图 对啊 我这个会剪尿的 显得我很弱智 哈哈哈哈 我的四歪就歪吧 歪也歪得好 哦 天呐好干净哦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吧 嗯 那脸这边是一个鸡酱鸡的花 嗯 但还好看不到这个 那个去油的能力却蛮强 我刚刚又稍微收了一下衣服 就是原本我以为这个衣帽间完全够用 但其实现在看来也是有点悬啊 当然现在其实收纳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做一些改动 比如说像这边我还是打算做拉篮 因为拉篮的话可以看得更清楚 其实这样子的话你衣服是看不太清楚 而且毛衣其实我有点不太愿意挂起来 因为我觉得容易把衣服挂坏啊 这边我也在考虑放什么 就是感觉不能浪费 嗯 红烧肉 红烧肉 中午也吃4天白了 啊你中午也吃4天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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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老公这红烧肉做的还挺精致的嘛 嗯 好好吃哦 红烧肉 红烧肉好吃吗 红烧肉 看你很酱 好吃 这油的油两包三块 哈哈哈 红烧肉控制的量 嗯 嗯 太后我们马上去彩蛋了 你吃得学学牙膏一些吗 因为他没给我做红烧肉 哈哈哈哈 这是我家做的 还是沾你的光呢 嗯 嗯 这就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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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要吃点夜宵 再还能吃文昌鸡回来还要吃这个相对比较健康一点 嗯 嗯 嗯 好香啊这个酒 帮我盐上去 嗯 人人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嗯 又要拆快递了 东西还蛮多的 先拆这个 我买的一个小饼干 很期待 我先吃一下 这个是朋友送的新家礼物 是一个 辣子 我们当时是觉得这个罐子很好看 然后这个买的是一个扁桃人酱 买了一个油 这个是之前有用过 刚用其实没什么感觉 然后突然有一次我皮肤有出现一点问题 然后我用这个感觉效果还挺好的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 然后还送了小药 这个是什么 有点像酒杯 两个酒杯 两个酒杯 好可爱啊 这个酒杯 很喜欢 买了一个 这个 这个 是我很早喜欢买了 然后 不是最近搬家吗 找了个理由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礼物 哇 这个太好看了吧 我没有开这个袋子的时候 它就能闻到它这个香味 超级超级好闻 买了一个这种巧克力粉 然后这个是海盐巧克力 我看评价有人说这款很好喝 然后冬天嘛 就很想喝这种热的热桥这类的音频 然后拆一个 买的音 有的东西因为时间长了 我就忘了买什么 这个刷子比我想象中柔软很多 这款是干湿都可以用的 既可以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然后又可以去除一些角质的丝皮 因为这个餐负还不算便宜 所以我当时先打算买一个绿色的 再看要不要买蓝色 但是我看到这个食物 我决定要买蓝色的 因为这个颜色和这个质感真的做的还挺好的 然后也是可以激起烘干的 所以我决定再回购 然后买的这个是洗水龙头 因为水龙头比较难擦 这个就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因为我们家水龙头还挺多的 西厨啊 卫生间都有 然后平常也挺好挂的 接下来又是一个圣诞礼物品牌 我给大家拆一下 应该是碗之类的吧 就很适合我现在 因为我家里现在也挺想买的 哇这个很好看欸 就我觉得可以平常直接放在我那个桌子上 放一些水果或者杂物都可以 谢谢很喜欢这个 然后买了一个折叠的盆子 因为有的衣服还是要手洗 然后有的时候也要泡一些东西 所以折叠就会很好收纳 我买的是这种白色的 我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件衣服 这一期他们发货好快啊 这个说是三天内发 但是基本上就一天内发货了 然后他们的这个包装特别盛贷 我觉得他们还是挺用心在做 还送了一个这种防衬袋 买了一个鸵色的衣服 然后给大家看看整体 我自己摸上去这个质感还是蛮满意的 而且颜色我很喜欢 是这种淡淡的图色 唯一我当时纠结的点是在于 它长度会有一点点短 我自己之前买的都是比较长款的嘛 就这种长度的 它其实会有一些知识分子的那种气质在里面 这个里面的毛衣确实是有一点点厚 整个商业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这个是双皮买的就是等了又一段时间了 我比较适合也是大家比较常见我穿的这种宽松的一个大衣 然后我觉得它性价比应该还可一斤买了 就这种大衣其实是我觉得我不太需要思考 就知道很适合自己的一个大衣 因为它的版型就这种比较阔型的 但这件是好看的我觉得 然后长度也很合适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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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炒蛋 半切炒蛋 然后炒死一豆 还有一个排骨 這怎麼有點不一樣的味道 醋有點加多了 好好吃喔 你用鹽水泡了嗎 好吃 怎麼樣了 現在還不確定換來哪個位置 先隨便找個位置擺一下吧